另一边金门今天开始是为金门在这边 仅满18岁在台湾本岛读书的学子 是打AZ疫苗金门医院一大早就来了好多的年轻学生 排队等候金门先为了保障这些学生到台湾 可以就读拥有足够的保护力就从7月16号到31号 开设了专者要替学生接种 拉起衣袖打疫苗年纪一个比一个轻 全是大学生金门医院疫苗开打 但年龄层和台湾本岛完全不同 离开疫情平静的家乡前往本岛热区读书 金门集满18岁的学生是全国首批打疫苗的学生 因为金门是第一个为学生打疫苗的县市 全阵子知道然后想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打到疫苗 然后也可以多一层保护力 在台湾相对会比较久一点 年轻人在台湾本岛没办法那么快打到 因此有难得机会打疫苗就赶快把握 那今天第一天开始打是有40人次 那从下个礼拜开始每天有150人次 除了保障金门孩子赴台就学有足够保护力 也保障家乡安全 金门县特地开设专诊从16号到31号 开放18岁以上学生预约接种AZ疫苗 另外也会造册600多名金门高中职应届毕业生 希望守住金门岛的疫情防线 华尔新闻李文宾监人黄冠杰金门报道